妈妈们 特别是工作的妈妈们 当你回到家里头 你会最生气的就是 你讲了一句话 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回应的 这句话 你们能不能想到是哪一句话 就是你讲了这句话 妈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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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讲了这一句话 但是通常你得到的回应 会让你很火大的 OK 你先想看妈妈们 妈妈们 你们觉得是哪一句话 我听到很多话在这边 什么 至少在我家 我觉得最怒的一句话 就是吃饭了 有没有 然后呢 你说吃饭咯 然后 对 他们就会说什么 等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还会听到什么 我不饿 对不对 就最更欠揍 就是 你知道我煮饭 然后呢 你给我去吃了别的东西 还会吃什么 还会有什么答案 更讨厌就是 蛤 怎么是这个 有没有 就是 为什么不是Uber Uber你妈 你懂吗 对不对 就是 对不对 你妈叫Uber 对不对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 就是 我们得到的回应 就是让我们心里头 就毛起来 就觉得 哇 怎么 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 那其实圣经里头 也有这个样子 就是说 吃饭咯 然后呢 就一堆的人 讲了一堆的话 让你心里头 就完全地毛起来 我们来祷告 上帝 让我们不要让你毛起来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谢谢你耶稣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这很有意思 就在圣经里头 在这一边 耶稣他就在讲着 在路加福音 他就说 有一人摆设 大宴席 请了许多客 做到宴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群 请所有的人 就请 请的人就说 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你知道 这个的宴席 在当时候年代 当你要准备 一个的宴席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个 好像 这个 突然间的 心血来潮 就说 哎呀 这个大家要不要吃饭 我们就揪一揪 就去了 不会 这一个的宴席 一定是 久久以前 就说了 三个月后 我要请大家吃饭 然后这个是有钱人 所以他就邀请 说 谁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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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把这个的邀请 就丢出去了 邀请丢出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来讲 说 我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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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 我想来 好 所以 这些的人 就是这个的邀约 是所有的人 会已经 要么 你要来 要么 你就不要来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的回应 但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宴席 以当时候来讲 就是 如果你可以被邀请到 这一个的宴席 这就如同当时的国宴 这个就是 当时候 我不知道你能够想象 是哪一种的party 就是在那种 就是在那种 你就发现说 哇 怎么会被邀请到 怎么会有人 你怎么会进入到这里头去 怎么可能 你怎么弄到了 这张的票 就是你怎么会有 你怎么弄到的 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张票 大家都在抢说 我可不可以挤得进去 我 我 我可不可以有机会 就如同当时候 你知道张学友那种秒杀 然后你就在想说 你怎么抢到的 就 就一定 很厉害嘛 你怎么会有这种的票 好了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的邀请很简单 你知道当做好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要很困难的 他只讲了几句话 这一个的主人 他讲了就只有三件事情 他就说 来 来 不困难 他没有说 跑 他没有说 爬 他没有说 这一个是要背了重担来 他只说什么 要不要带东西 你知道通常我们就说 人家请吃饭的时候 就说 来吃饭 然后我们都 你知道我们华人 就会问一句话 要带什么 对不对 我需要带什么 对不对 那你知道 所以我老婆就比较厉害 因为我老婆 至少她还有这种 华人的概念 其实这就很矛盾 她不该有华人的概念的 你懂吗 但是 因为每一次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她都会问说 你怎么不带东西 我说我干嘛带东西 他们请我吃饭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们的一些朋友们 聚餐的时候 她就说 每一个人都会带一个东西去 就只有你不会带 我说 我带我 OK 好 对 但是你知道 对 就这个的时候 我就只是 她说 来 这一个就是在圣经福音里头 最美的 福音里头没有说 你要爬 福音没有说 你要爬刀梯 福音没有说 你要打自己 福音没有说 你要进食一百天 福音里头 只有讲一件事情 是对世人说 来 来 因为代价已经付了 你不需要付代价 已经为你付完代价了 只是你要不要去 你能够 就是你知道 就像现在 我最不习惯得到的礼物 就是 所以如果你有送过我这个的礼物 我非常的抱歉 因为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用过 就是 我最不会用的一个的礼物 就是我常常 有没有常常 没有常常 就是偶尔偶尔会收到LINE的礼物 你懂吗 就是 人家已经买了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他就 就寄给你 就咻 某某人送你了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 那请问一下 这个的礼物 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 但这个礼物拿到了没有 也没有 这个礼物是不是我的了 是 这个礼物 有没有付代价了 有 但是这个的礼物的问题就是 如果不去用会怎么样 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时间会到 代价已经付了 礼物已经拿到了 但是只是问题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用 所以在这边 他就说来 因为他就说 一样样都齐备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不要准备 你不要准备 我已经帮你付了 你就来 然后什么时候 现在 now 为什么 因为食物是热的 为什么 再不来就冷了 为什么 不来吃会坏掉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有时间 性的 这个的晚宴是 now 不是昨天 不是明天 是现在 福音是有 时间性的 福音的时间性是什么 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才能用 阿们吗 有时间性 多么样子的恐怖 我们一直觉得 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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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是有时间性 不 请你开始注意到 在这一个邀请之后 大家就开始说 我不要来 三个的借口 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 这三个的借口 他就众人 一口同音 他们都应该是 在群组里头 都已经讲好 不来了 你知道 他们是同一个小组的 大家都已经讨论好了 我们要办小组活动 大家要聚餐 今天下午 大家接龙 谁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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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在群组里头 就说 我们到时候耍他 我们都不去 所以众人 一口同音地推辞 第一个就说了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转我辞了 又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转我辞了 又一个说 我才取了棋 所以不能去 这三个的借口 对我们来讲 听了都是 蛮有道理的 就是他们真的很忙 就是这么忙 但是你记得 我刚才讲的 这一个的宴席 是很久以前就说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不是先买牛 再有宴席 是先有宴席 再买牛 但是这三个 为什么是借口 所以对耶稣的时代来讲 这一些就是 耶稣是很会讲道的人 我们常常都以为 耶稣讲道就是一个 很庄严 很严肃 但是其实这一些 以圣经学者 他们讲说 这是耶稣在讲笑话 所以通常讲完这个的时候 台下就会一直在笑 就 怎么可能 就 为什么呢 让我来解经给大家 他第一个 他就说 我买了一块地 其实 在这一边 有多少人 你已经有钱到一个的程度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 是房仲跟你讲 哎呀 有一个的房子 五千万 这个 两百坪 要不要买 买 不看 买 在这边有多少位 你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最近 基金会正在募款 等一下麻烦 让我知道一下 好不好 在这边 如果我们在这边 有这些的老板们 麻烦等一下 聚晚会 我们来聊一下 多少人 你买房子前 你会先去看一下房子的 其他你们不举手啊 等一下我就会找 等一下 不举手的 等一下 聚晚会 我们 我再说一讲 买房子 会不会先看房子 会不会 你会不会检查 有没有漏水 你会不会检查一下 就是看看 楼上住谁 楼下住谁 特别 你知道买房子 最重要是晚上去看 你知道吗 不是白天看 晚上看 因为你要听 楼上有没有小孩 在那边跑 你要打开窗户 去闻闻看 有没有在那边抽烟 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看嘛 你要去看好 这个的房子 那请问一下 这个人买地 他买了地 他才说我要去看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因为他应该 有没有看过 这块地了 一定看过 更矛盾的就是 你知道这个的宴席 一定是晚上 宴席不会是中午 你知道为什么 就做不完饭 妈妈们 你们有没有懂 所以我们都是吃 那个除夕夜 是除夕夜 不是除夕午 你没有听懂吗 只有现在 我们可以去餐厅 但是以前要煮饭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什么时候吃 晚上 为什么 因为煮饭很辛苦 你要从早上就开始 劈柴 对不对 杀鸡 你要弄年糕 芋头糕 萝卜糕 发糕 你很累 到晚上 刚刚好弄完了 才能够吃饭 所以一定是晚上吃 但是以耶稣的年代 晚上可以去看地吗 晚上怎么看地 有火把吗 你要插几个火把 才能够看到这一块地 有手电筒吗 也都没有 探照灯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再一次 这是不是借口 你知道这个借口是什么 这个借口就是 当人已经赚到了钱 因为有地 是已经有钱了 当这个的人 林军你一直在点头 我就一直在想 你到底有没有跟上 我们366的 有 因为 因为当我在 上上个礼拜 当我们在读366的时候 我才知道 很深地被提醒 虽然是我自己写的 但是我读的时候 又很深地被提醒 财富会带来分心 你知道就是 但是当人赚了钱 我每一次都在看 我都在想 如果当你的祷告 很深地说 上帝 让我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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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一直还没有赚到钱 maybe 原因是 你还没有ready好 因为当 真的 钱给了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好好的用钱 好好的爱神 到底你赚的钱 是你成为钱的奴隶 还是钱成为你的奴隶 因为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次在教会里头 大家都不敢讲钱 但是我要讲 如果钱不是你的主人 不应该讲到钱的时候 这样你就会啾一下 有阿门吗 大家都不敢阿门 就是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 到底你会觉得 对这个太重要了 神的国需要 你敢给 还是你就说 又讲钱 又讲钱 特别是我们的教会 你知道我们的教会 都是很自由的 但是到底钱财在这一个 我就要讲 因为太多太多太多的 我们看到是突然间赚到了钱 你就发现到 他们的生活变了 他们有很多的事情不一样 就礼拜天早上 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礼拜天早上 你都没有办法来聚会 不是他起不来 是因为礼拜天早上 他都需要很早起来 跟所有的老板们 去打高尔夫球 对不对 打完高尔夫球就累了 累了就要休息了 要休息了 就没有办法来聚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祷告呼求了 你懂吗 就是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聚会 那到底 这个的钱财 你就看到有很多人 因为钱财 就远了 第二个 他就说 我买了五对牛 五对牛十只牛 在这个年代的意思就是 他买了机械 工厂 他刚买了一个新的工厂 要准备开始开工了 就他还没有赚到钱 但是他现在他的事业 正准备起飞 那同样的问题来咯 如果今天你是工厂的老板 你要准备开一家工厂 你去买器具 你是直接买了器具 还是你先看好了这个的机械 再买 有人会买车子的时候 就是你也是有钱到这个样子 就是有人说 最近出了一台新的车 要不要买 买 多少钱 不用问 买 如果那时你等一下聚晚会 也麻烦可以来 跟我们的基金会 我们来沟通一下在这边 就是 你知道买五对牛 就是十只牛 买牛前会不会先去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牛 但是 至少要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去买牛 我也至少会拍一下 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买牛 但是 总要看一下 看看 有没有十只脚 对吧 对不对 少一只脚的牛怎么办 就是 而且牛 你总会带它走一走 看它是不是瘸腿的 你总会把一个的 放上去 看看它 脱不脱的动 这一块的地嘛 好 所以全部都看完了 你才会买 所以这个的人 这是不是借口 是不是借口 然后更奇妙的 又是同样的 他们是 白天中午晚上 什么时候去看牛 晚上再一次 看得到牛吗 看不到吗 我们以前就讲过 除非这只牛 吃了荧光剂 它就 对不对 荧光牛 在那边 会发亮 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在追求事业 上帝会给我们能力 在事业上面 要卓越的 阿们吗 但是你知道 每一个的事业 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产业 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的命定 是为了在这事业当中 让众人看见到我们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生命 而说 我想要跟你一样 这就是从旧约开始 我们一直一直提 事业的成功 是为了要彰显出神的荣耀 当我们能够抓到这个的点 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然后当成为卓越的人 人家看见到羡慕 而想要知道 但是这个的人 他却是把追求成功 成为他生命最重要的 而在教会里头 难道你没有看到 有些人他们信了耶稣 他祷告说 上帝我要成功 我要成功 然后突然间 他的工作来了 现在请了解 我知道现在的工作的模式 有一些人就是需要礼拜天工作 我并没有说 所以你礼拜天不准工作 我没有讲 但是我要说 不管你是哪一天工作 你都可以把神摆第一的 你说我礼拜天早上需要工作 那没有关系 你礼拜六晚上可以来聚会 我礼拜六晚上也要工作 那你可以礼拜四祷告会 来这边当作是你的主日 你说我都不行 我就是的 那你可以每一天早上六点半起来 有成根的 有说我也不行 那你知道我们的直播 都一直摆在网络上面 你还是可以有一个时间 能够聚会 就是现在 所以我不觉得科技是敌人 现在反而 科技是让基督徒 没有任何的借口说 我不能聚会 对不对 就是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要说在这边 我每次都看到很多很忙的人 他们都把神 摆在他们的悠闲 所以你知道我都没有办法一一点名 但是每一次我在这边讲到 我都在想 他还能够来聚会 其他的人到底有什么借口 对不对 像每次我看到实义师 我都在想他到底要看多少个病人 是我的话我都会找很多的借口 就是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来 假的太累了 太礼拜天 我一定要休息一下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看这么多的挂号 因为我们都可以找借口 但是no 但第三个 他就说他娶了老婆 娶老婆在讲的是什么 娶老婆是他把人际关系摆在第一 你记不记得 因为第一个 他这个的宴会 是很久以前讲的 在这个的年代 结婚也是很久以前的安排 OK 所以就代表一样事情 当他答应要来吃饭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自己要结婚 知道 他知道吗 就是或者是他要准备结婚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已经要吃饭了 知道 所以是他让这两个的schedule撞击 他故意的 他明明就知道有两个的活动 他就让他两个撞击 他没有安排好 这个里头就让你看见到一样事情 他就说了 因为我认为我这个的关系 胜过了这个的关系 会不会在教会里头 我们也看见 很多的时候我们原本信了耶稣 但是关系就把我们给拉走了 家庭的关系 交往的关系 我也要说 在教会里头 大家不要紧张 有些人就一直以为我们在讲 所以我们只可以跟基督徒交往 这是一个建议 为什么 因为要不然的话 假如说两个人的信仰不同 后面的争吵会越来越大 但是你知道这就是因为我们对交往的定义不同 在美国我们是有叫做交往跟约会 约会是试验 你们到底能不能在一起 交往是你定案的就是这个人 订婚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结婚就是永远不分离 所以约会集 他不是基督徒 没有关系嘛 你约会 然后你要给自己一个停损点 这个停损点就是 多久之内 希望他能够信耶稣 所以我就讲我的例子了 我不讲别人 我讲我的例子嘛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上班的有一天 突然间 就看到 一个 美如仙女一般的人 走入我们的办公室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停了一下 真的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 我要先确定 OK 还活着 OK 好 然后呢 我就决定说 我想要跟这个的人 结婚 OK 好 不要这么紧张 当然 在我的心里头就觉得 是他 OK 我那时候十九岁 OK 十九岁 十九岁 OK 我说 是他 OK 好 然后呢 我就 开始跟他 约会 我知道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去教会了 我已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 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混乱跟堕落的 一个的生活 我已经不去教会了 我觉得去教会没有意思 我要赚钱 所以呢 礼拜天我没有时间去教会 我是第二个人 你知道吗 第二个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教会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个礼拜天 我需要去跑案子 我卖保险的 对 也是大学 我在大学就是在卖保险 因为刚才你们说 你不是说大学吗 为什么就是时间 OK 因为我大学 我就在工作 在美国 那所以我就 我就见到这个人 我就说 所以我跟他约会的 第一个的问题 就是 你是基督徒吗 我不懂为什么 我讲这句话 你懂吗 因为我不去教会 你懂吗 我不去教会的 但是我就问他 第一个的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说他不是 我说哦哦 不是基督徒 我也不懂为什么 我有这个的想法 就是要跟我结婚的人 要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就只能够做第二件事情 所以那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那 这样子吧 你要不要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出去约会的时候 你要不要顺便跟我去教会 顺便跟我去教会 没有错 我没有去教会 但是为了他要信耶稣 我就需要去教会 你懂啊 所以呢 我就回教会了 我就回教会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干嘛要拍手 所以我也不懂你的Q点 为什么这时要拍手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 我需要带他回教会 所以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 所以 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了一间教会 我就找了一间 我觉得还OK的教会 所以呢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每一个礼拜去教会 每一个礼拜 开车去 带他去教会 每一天 为他祷告 就说主啊 他要信耶稣 他要信耶稣 然后我给我自己一个停损点 三个月 就是我要祷告三个月 他要愿意 决志信耶稣 然后如果他决志信耶稣 这个的人 我们就可以从约会 进入到 交往 我也不懂 其实那时候都没有人教我 我觉得是圣灵的感动 我真的我很认真 我就没 我从来没有为一个人得救 祷告这么认真 从来没有过 真的 我到现在 even now 我都还没有为一个人 这么认真祷告过 真的 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三个月 时间到 我就问他 你信了没 非常不浪漫 我懂 这就是我们约会讨论的 就是你信耶稣了没有 你要不要认识耶稣 你要不要相信 因为我跟你讲 我带他去的那间教会 很奇妙 我们在那边 每一个礼拜 那个的牧师 讲的是同一篇道 没有改变 同一篇道 然后其实那一个教会 我去了两年 那两年 他都是讲同一篇道 都没有变过 然后每一次讲完道 他都会讲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今天你死掉的话 你会去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你开车出去 然后撞到一头牛 我知道你们讲说 为什么开车出去 会撞到一头牛 因为我们的那一边 还是有养牛 在那些的山上 有养牛 他就说 如果你开车出去 撞到一头牛 然后你死掉 你的头飞走 我也不懂 为什么我的头 每次都要飞走 你知道他每一个礼拜 讲的都是说 我的头会飞走 就是我会撞到一头牛 然后我会死掉 我的头会飞走 然后就说 那你会去哪里 他每一个礼拜 然后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我都觉知 我自己 因为我都很害怕 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撞到一头牛 然后我死掉了 因为我觉得我会下地狱 你懂吗 所以他 那 这是长的故事 反正 三个月后我就问他 你愿意相信了没有 他就说 有啊 每个礼拜 那个人都呼召嘛 你懂吗 每一个礼拜都呼召 所以他就相信了 他就愿意了 所以我才跟Angel 这样子开始 从约会进入到交往 所以大家每次都问说 那我怎么回到教会的 我就说是Angel 带我回教会的 所以我要说 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 这三个人 他们找了很多的借口 在这边 我还对所有的父母们讲 那个 御音师的 先安静一下 先不要聊天 御音师的 听我说 对 我觉得身为父母 我们有责任 让儿女看到一个重要的榜样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是前面这三个人 我们的儿女会学习我们的榜样 就比如说 在这一边 如果我们在御音师里头 我们来聚会 但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聊天 我不是说不可以聊天 所以请你们不要 就换教会 好不好 象山的教会 没有这么好的御音师 好 但是 但是 你知道 如果 我们 迟到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们的 Top Kids 常常 他们都 他们都不是九点开始 他们都是差不多九点十五 才能够开始 为什么 因为 他就说 因为孩子都是这时候 才会报到 你知道 如果我们的孩子 六年的时间 看到的一个 Example 就是 我上学需要准时 但是 我主日 不需要准时 就代表 校长 比耶稣大 大家了解吗 但是 这一堂 比较少这个的问题 因为 你们要教导 你们的儿女 关于你们的孙子孙女 这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 如果我们在这边 没有 没有这个的榜样 儿女们很容易 就会偏离 就 你看连我 我虽然偏离了 但是 我心里 就有一个种子 在那里 他说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虽然我都已经 没有去教会了 都有一个种子 说 我的妻子 要是基督徒 所以 好 那就在这时候 这个 你就看见 但是现在 真正的问题就来 这三个人 找了借口之后 真正的这时候 那个人 仆人回来 就把这些事情 告诉了主人 家族就 动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 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辈的 瞎眼的 瘸腿的来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就看见 他就说 你赶快去 因为我要把 所有的空位 都补及 所以在这一边 第一个 你注意到 在这一边 这是非常急迫性的 因为注意 要急迫性 为什么是急迫性 因为 食物会坏掉 因为 这一个 是有时间性质的 福音也是 福音是有时间性的 不要等 所以要邀请什么人 他就讲 他就说 你就把所有的人 所有 那什么是所有的人 就是你要去想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贫穷的 贫穷的是什么 贫穷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回报你 因为福音里头 真的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 不要去想 找什么人来 对我们会有帮助 对教会会有帮助 都没有帮助 我们需要耶稣 耶稣不需要我们 阿们吗 第二个 他说残废 残废的是什么 就是那扭曲的 扭曲的 现在你看 就是那心灵忧伤的 心灵难过的 心灵破碎的 找到什么缺腿的 就是没有办法 自己来的 所以圣经里头 就讲到 那一个的摊子 是叫四个的朋友 其实传福音 有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想说 今天我没有新朋友 别人有新朋友 需要你去帮忙 大家有了解吗 所以每次 传福音的时候 一个的小组传福音 可能一个的小组传福音 只有两个人 带了新朋友 其他八个人 没有带新朋友来 没关系 因为是其他八个人 要一起想办法 排着这个的摊子 到耶稣的面前来 对不对 这个的新朋友 需要你一起 去帮忙认识 去帮忙跟进 去帮忙理解 他的生活 他说要去找他瞎眼的 就是没有意象 看不见未来 找不到方向 没有亮光 去把那些找回来 他说路上和篱巴的 就是那一个最边缘人 把他们给找回来 所以我们需要 去 把这些人都找回来 要达成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他就说 就算是你去了 在二十三节 你要勉强人进来 就是你要尽一切的力量 勉强就是 他不愿意 但是你要付代价 勉强就是 来了 来了 没关系嘛 来了 我请你吃饭了 走啦 哎呀 哎呀 然后他不来 下个礼拜再一次 来了 哎呀 可以啦 然后勉强他就是什么 我还派天使 天军 你知道吗 我还派了天使 你说 怎么派 祷告啊 因为呢 他的生活当中 一堆的魔鬼 在压着他 你们是魔鬼 压着 一堆的魔鬼 在压着他 你知道吗 毒瘾 哎 你是毒瘾 毒瘾 压着他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你是赌博 压着他 所以他一直 不来嘛 他一直被 所以我就要拜天使 天军 天使 来 甲拜 米加勒 来 天使 就要把他们赶走 对不对 要把他们赶走 但我怎么赶走的 是当我祷告 Amen 所以呢 这一个 每一次的祷告之后 就终于有一天 不是祷告一次就可以 连弹以礼祷告 都祷告了21天 耶稣在旷野里头 祷告几天 所以我们才最近 在做什么 所以你知道 因为当你这样 你就开心生命的改变 今天有两个的见证 很快能够来跟大家 来看一下这个的 所以快 来 来 小圆 你先来分享 大家好 我是青年牧区的小圆 我从小是隔代教养的孩子 跟阿嬷一起生活 但是在高中的时候 阿嬷去世了 我顿时失去生活中的依靠 这时候我生命中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我的小组长 佩玉姐 她在我最孤单的时候 陪伴我长大 到学校来看我 她会带我去上课 然后带着我一起读书 在我开始参与服饰的时候 她发现我没有 合适的衣服跟鞋子 所以她教我怎么打扮 让我看她的衣柜 然后把合适的衣服都送给我 我一边试穿 然后她会一边跟我说 你服饰的时候就该这样穿 那时候的我不懂 但现在我明白 佩玉姐是在帮助我 用尊荣的样貌 来服饰尊荣的神 不只是这样 她会在生日的时候 送我衣服跟鞋子 她会带我去剪头发 吃大餐 只为了让我知道她爱我 然后我也值得这份爱 她花很多时间陪伴我 走进了我的生命 看见了我的需要 教导我如何去爱人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 我决定回应小组长的呼召 带领一群小六的学生 我常常去教会附近的国小 探访小组员跟他们的同学 一开始只有少少的几个人 但几次之后 开始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学生 他们只要看到我 就会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跟我要糖果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就像糖果姐姐一样 有整整半年的时间 我每个月都这样做 虽然很辛苦 但总共有九个 他的国小同学都相信了耶稣 不只是我 还有我的小组长伙伴们 我们会一起计划 到小组员的家中探访 或是学校探访 帮他们送早餐 另一个伙伴 他之前在英国交换 他需要常常跟时差对抗 为了指示要带着小组员一起 视讯导读 还有另一个伙伴 他虽然要上班 但是他下班马上就会来小组活动 他把握各种空档 约小组员吃饭 这样的生活虽然紧凑 甚至是有点疲惫 但我们会一起祷告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就又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发现当我们越靠近小组员的生活 走进他们的生命 就可以看见他们生命中的需要 不只是外在的 更是内心当中的孤独 我们陪伴 鼓励 关心他们 在小组中 我有小组员的妈妈因病过世了 爸爸因为工作 没办法常常在他们的身边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 我偶尔会约他们上学前 一起吃早餐 再载他们去学校 母亲节的时候 陪他们一起度过 帮他们买生活中的必需品 然后为他们预备正装 就像当时佩玉姐为我做的一样 还有一个小组员 因为家庭的状况 她必须很独立 有一次半夜她打给我 她哭着跟我说 爸爸在医院 她好累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和另一个小组长 一起到医院陪伴她 才知道她爸爸因为身体的缘故 常常需要进出医院 那阵子因为她爸爸住院 我们每天陪在她的身旁 和她一起吃晚餐 并且为她预备隔天的早餐 我们成为这些组员生命当中 遇见危机时 第一个想要找的人 在去年母亲节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 让我永生难忘的事情 我有一个小组员的作业 是要写下他们生命中 最想感谢的人 本来学校预设 他们会写他们的妈妈 但没想到这位小组员 写下了我和她的故事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那位妈妈过世的小组员 而且这份作业还得奖了 在那一刻 我知道我成为他们 所依赖和信靠的领袖 就像佩玉姐 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样 感谢主 虽然我才成为小组长 短短两年的时间 但我带领的小组 从一开始的15人 成长到31人 去年我们分职了一次 成为两个小组 而分职后 我的小组是12人 今年又再次成长到24人 正在预备第二次的分职 直到现在 这些爱和陪伴 所带来的果效 还不断在发生中 感谢主我们深知 这次圣灵和我们 一起完成的神迹 将一切荣耀归给 爱我们的神 来 你为什么要拿走 不是还有明哲吗 来 明哲来 大家好 我是明哲 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爸爸突然失业 家里的经济 一系之间就垮了 家庭的关系 也开始变得紧张 那时候的我很害怕 失去他们 让我非常地痛苦 我看着同学 讨论着梦想 分享跟家人的相处 我心中充满着羡慕 我希望我能像他们一样 能够有梦想 有一个完整的家 到了高中 为了家里的负担 我开始打工 并决定不继续念书 直接开始工作 哪怕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也决定要 努力承担家计 我告诉自己 只要再努力一点 我的家庭就会有机会改变 但尽管我拼命地工作 帮忙家里赚钱 我的爸妈还是离婚了 我们的家 成为了担心家庭 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堪和无力 我那么地努力 却无法带来改变 当时的我几乎崩溃 而我的阿姨知道我爸妈离婚后 出于对我的担心 她邀请我来到教会 这一次的邀请 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捩点 我还记得那一场聚会 张茂松牧师在信息中分享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很多时候我们尝试 靠着自己的努力 却无法带来改变 但有一位神 祂是凡事都能的神 在我们无助时 祂可以来改变 我感受到一股软油 充满在我心中 从这一场聚会后 我决定并相信跟随耶稣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神 只有神可以救我 我可以不要再靠自己 也可以依靠祂 当然我的家庭 没有立马改变 刚信主的我也没有因此 变成了有充满自信的人 但是每当我开始祷告 开始敬拜 我总能听见神对我说 孩子我在这儿 你不是一个人 神与我同在 我可以依靠祂 上帝一步一步地修复我的心 从前自卑和从家庭来的伤害 常常攻靠着我 在团体中 我总是那个待在角落 不敢做梦 不敢想象未来 其实在受洗后 我就一直有想服侍神的念头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不配 所以一直不敢跨出第一步 但上帝恢复了我 祂让我知道我是被爱的 我明白我是神所造的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是神的儿子 因为上帝我可以勇敢做梦 祂对我有美好的计划 神也在我身边放了榜样 就是我当时的小组长罗明杰 他也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甚至比我的成长过程还要艰难 曾经因为被债务被房东赶走 无家可归 光尔哥成为他的陪伴和帮助 让他学习倚靠神度过难关 所以他也用他的生命 影响我的生命 让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同一位 我相信带领他的神也会带领我 因为看见他们的生命 让我有了信心 于是我决定婚姻的呼召 成为了小组长 小组人数也从 小组人数从一年内 从师傅人增长到三十人 我牧养了一群国二生 这一群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 与我相似 让我明白过去的伤痕 如今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 我想让他们知道 教会是他们的家 这里永远是他们的避风港 神曾经如何帮助我 他也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如今我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我是一名工程师 正在学习的空调和水电专业 以及业务的协商 我有一位和我一样爱教会的老板 他总是支持我更多的服事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梦想 我有个梦想是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 用我的专业和技术来服事神 谢谢我的牧者 总是愿意给我机会 这次与光尔哥一起去马来西亚服事 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 真的很感恩能把第一次出国的经验 就献给爱我的神 我相信神会继续扩张我的生命 感谢神 祂带领我经历到祂的信实与良善 让我在祂里面找到信心 活出属神的生命 把一切荣耀鬼给爱我们的神 Amen 所以主对仆人说 你出去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们要怎么样子出去 再一次 这是我们大家每一年都会讲的 我希望这是成为我们教会的DNA 我们是有两种的Bless 第一个 就是你一定是要以祷告开始 你一定要为他们祷告 不要祷告再祷告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需要有属灵的征战 如果你没有做属灵征战 他没有办法信主的 你要知道信主不是头脑 信主是属灵的 第二个 你要去听啊 你要去听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不是一次就听懂 就是要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从所有的 对不起 用这个来信 就是所有的 拉哩拉扎的话 你要能够分析出来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要跟他一起吃饭 以爱来服事 再分享你的故事 每一天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为着他的身体 为着他的工作 为着他的情绪 为着他的社交 为着他的属于上面 为着他祷告 然后当你这样子 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看见 上帝为你开门的 你会开始听见他的需要 你会开始知道他的需要 你会开始知道 怎么满足他的需要 传福音 不是你传一个 他不需要的东西 传福音是你发现他的需要 去满足他的需要 而这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 传福音是需要努力的 就是你会被拒绝 拒绝有什么关系 我说真的 传福音被拒绝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没有被拒绝过 拒绝一次有什么关系 多拒绝几次 他就不拒绝了 因为他的拒绝的原因 只是他很忙 不是他不想要 只是他刚好忙 所以Come on 今天我们都已经把 再一次 把卡片发给大家 所以在你座位上面 都应该有一张的卡片 希望在小组当中 开始为着他们祷告 开始有这个的行动 你知道张牧师他就说 他说他刚来新殿 这边还是稻田的时候 他每一个星期一 他都会出去发单张 发一千张单张 每一个星期一 其实现在我们发单张 很简单 就发完了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而且不只是发单张 去找人 所以你知道牧师发了两年 他发了十万张单张 十万张 看连keyboard手都吓到了 有没有 keyboard手听到 十万张都吓到了 让我们一起 把这个的季节 你知道圣诞节不是 丰收 我们教会现在开始 改变一个的思想 圣诞祭 是一个让我们 撒种 然后会有人回来 会有人来 但是呢 是这一批的人 是我们努力 在2025年 要让他们 稳定在教会的人 就像刚才你听到 小圆的故事 他不是信了耶稣就稳定 是带着他们 是带他们去买衣服 陪伴他们 却就是一直花时间 是花了时间 生命才会改变 所以圣诞节 不会因为 参加圣诞节 就变使徒 不会 是因为来了圣诞节 有你的陪伴 那记得哦 可能你没有带人来 所以你要陪伴谁 陪伴别人的朋友 Amen 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 Amen Come on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